都说同行是冤家,就算不在一个国家的同行也一样,最近,美国重创空间公司Walk在纽约向中国竞争对手优客工厂Walk提起了商标诉讼,指控其商标侵权,而就在不久前,其在英国也对优客工厂提起了诉讼,Walk起诉优客工厂的依据是什么? 据外媒报道,美国重创空间公司Walk在纽约向中国竞争对手优客工厂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侵犯Walk的商标,而在此之前,Walk已在英国伦敦对优客工厂提起诉讼,称后者存在假冒行为。 当时,优客工厂回应称Walk是通用词汇,而Walk与为并不相同,这家估值高达200亿美元的公司称,优客工厂英文名Walk,复制了Walk的部分名称和logo,随着资历更生的创业公司试图降低成本,加强与同行的合作,共享办公正变得越来越流行。 而作为重创空间领域的两大小小者,Walk和优客工厂争相在世界各地开设办公场所,向创业家和其团队出租办公桌、会议室,以及其他职场设施。 虽然Walk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此类服务最大的提供商,但优客工厂在其大本营中国保持领先,并计划进军伦敦、新加坡、纽约和洛杉矶。 Walk此举的最终目的其实是阻止中国优客工厂的全球化进程。 此外,如果诉讼成功的话,也有吞并竞争对手的野心。 同时,Walk于2016年7月在上海开办第一处共享办公空间,目前已在上海、北京、香港设立八处办公空间。 该公司2010年创立于美国纽约,据称已在全球15个国家、50个城市拥有155个办公空间。 在抢占中国市场的同时,Walk似乎早已做好了阻击竞争对手中国优客工厂的打算。 Walk和Walk到底侵不侵权? 说完了市场竞争层面,再来看看在商标层面,他们到底侵权不侵权? 第一,在这里小支要先强调的一点是,商标是有地域性的。 就是说,在中国申请的商标只能在中国进行使用。 如果想要出国海外,必须也要在相关的国家,进行商标注册。 比如,在布局英国或者美国市场之前,优客工厂Walk应该在相应国家进行注册。 相同的是,如果Walk原来是美国的企业,想要进居中国也要先注册商标。 但是,二者在美国交锋的话,美国是使用在先中国是申请在先,所以会出现抢注者原则。 意思是谁最先使用了这个商标,谁就拥有商标权。 那么就Walk成立于2010年来看,其比优客工厂2015年成立具备使用在先的原则。 第二,判断英文商标是否近似,要根据读音,字形和字意来判断。 首先,在读音字形和字意来判断,二者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区别。 最关键的部分是看U2是否有实际意义,能否与Walk进行很好地区分。 第三,商标还有一点外在显著性可以区分来源。 判断二者是否近似或亲权的关键。 还有一点就是外在显著性。 外在显著性通常指公众的感知,意思是商标经过持续多年的使用,得到公众的认同,并且不容易使其对其他商标进行混淆。 而优客工厂恰恰可以从这方面多下功夫。 优客工厂申请了277个商标Walk,申请了144个商标诚挚建议,不要总以通用词命名其实。 从这组商标诉讼案件中,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就是两个名字中都带有通用词Walk。 Walk是工作的意思,而共享办公简单理解就是大家共享办公空间一起工作。 用这样的商标小知明白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该企业是做什么的,并且简单到对英文不太擅长的人都能看懂。 但是,这里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首先通用词是注册不了的,其次就是如果大家都盯着通用词的话,一定会产生。